歡迎同學們收看我們這次的教學內容 來老師這邊要介紹一下多項式的相等 這樣可不可以 好 什麼叫多項式的相等 比如說這邊給大家兩個多項式 一個叫FS一個叫GAKS 這樣可不可以 如果說這兩多項式一樣 老師可以推得第一個條件 這時候他們次數會相同 對吧 而且所有對應相的係數也會相同 換句話說次數會相同 它最高次數是N次 這最高次數是N次 所以基本上這個N會等於N 這樣行不行 而且所有對應相的係數相同 好不好 這兩對應的地方會一樣 這兩對應的地方係數會一樣 這兩對應的地方係數會一樣 這兩對應的地方係數也一樣 好不好 這第一個特徵 好不好 他們次數相同 對應相的地方係數也會相同 這樣行不行 這第一個特徵 第二個特徵 當你FS 就有一個相同值代入的時候 這兩多項式算出來答案會一樣 比如說我今天把FS用幾代 用A代 代進去之後 會得到FA和GLA答案會一樣 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好 OK 老師舉個例子好不好 比如說你看這邊 這邊給這兩個多項式 麻煩求A B C珠 這樣行不行 好 他說這兩多項式相等嘛 麻煩把A B C珠算出來怎麼算 你觀察一下 這FS最高到幾次 兩次 這GS最高到幾次 三次 所以說照數 老師這兩個一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從三次看起 好不好 這兩多項式相等 可見三次和三次會一樣 告訴我這三次翻自己 B 這邊有沒有三次 沒有 沒有三次可以當做自己 0 所以基本上 B會等於幾 0 這樣可不可以 兩次和兩次要一樣 所以C-2要等於幾 3 這一次和一次要一樣 所以A加要等於幾 -3 殘數相殘數相要一樣 所以珠解會等於幾 4 這樣行不行 麻煩去把A B C珠算出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好 所以說我們首先看A 把這移錦可以得到 A等於幾 4 那 B是幾 0 把這幾個移錦 C會等於幾 5 把這幾個移錦 移錦 租也會等於幾 5 所以說我們這時候就把 A B C珠 都算出來了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好 麻煩把這邊整理一下 OK